Hello,大家好, 今日当然要跟进一下拜登去南韩与日本访问, 虽然好像石破天津的新闻没有什麽, 因为很多事情有预期的了, 不过裡面有一些细节, 大家不妨可以看得深一点、透一点。 拜登今次来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个行程和过去的一些比较, 都是有些是针对中国的了, 不过从安排上面有些微细的事情先看看, 拜登今次是第一次上任之后的亚洲之行, 他今次是专门两个国家而已,南韩与日本, 而过去譬如乔治布殊那个年代的时候, 他一上台,他自己处理很多内部的问题, 但是如果大家又记得, 乔治布殊那时马上很快就派了他国务卿, 他来的时候来美国亚洲之行, 他当时不是单单南韩与日本两个国家的, 他在那边访问完之后, 一声就飞去印度、巴基斯坦, 然后再回来访问北京, 当时赖斯的行程就是说, 先在中国的东北部和西南部两边, 四个国家才访问完, 然后再去北京, 当时的布局很清楚, 我就是围堵你了, 不过我先放一个姿态在其他地方裡面, 就巩固了,然后跟中国摊牌了。 所以今次的拜登之行, 他就没有了他西南部那些国家, 不过大家就说苏利文等等, 他一定有沟通了。 从这个姿态上来讲, 可以看到两样东西, 第一就是说, 美国他其实在特朗普的年代, 已经在中国周边已经布了他的棋, 只不过是牢不牢固的意思。 现在拜登只是去南韩与日本, 就是显示他在其他地方的布局, 他认为是稳固了。 所以,更加落弱在南韩与日本, 局势相对可以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 第二个,从他今次的行程裡面来讲, 其实反映了美国, 他知道在军事、外交等等的压力上, 一下子很难压低中国。 因为老实讲,在这方面中国又会合纵连横而已。 不过今次这个拜登之行有一个很清楚的, 就是他要不断强化他那个亚太经济的框架。 现在他放消息了, 最少已经有13个国家会参加下去了。 尤其是日本跟南韩很紧要。 这个来讲,他又不想中国参加,是吧? 这个跟以前的TPP又有些不同。 好了,今次他现在这个印太的经济框架, 他会更扩大的, 不过如果按照他的预意算盘, 估计是会涉及全球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几, 跟着GDP才是重要。 GDP是差不多佔了一半的, 是吧?百分之四十几接近一半的。 而这个出口的贸易也有两成、三成的。 如果是这样,排除了中国大陆, 跟着他也暂时不让台湾进入。 变成可以长远看到, 美国希望能够在经济领域上来讲, 是巩固它的实力, 因为所有外交都是建基于钱。 中国大陆过去,四万几亿美金外汇储备, 跟着现在跌到三万亿, 跟着他派出去都不够钱, 老实讲, 因为他不可以将三万亿美金的储备, 全部拿来买外交的。 他最多拿一半, 另外的一万五千亿,他自己本身都要稳住整个经济框架的。 所以,你一万五千亿拿去, 你又要投资,又去支援。 所以,很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现在觉得中国是口位而实不至的。 所以,中国又开始向一些更穷的国家去落药了。 大家看看, 所罗门其实中国投资的钱不多的, 他就买你的一个协议。 所以,协议说中国可以在那裡发挥某一些影响。 而现在中国就说, 我不是要在那裡發展什么的军事, 不过,所罗门那裡跟我协议, 中国可以派出违和警察去那裡帮你去处理那裡的治安问题, 就好像联合国违和部队而已。 但是,如果大家看得透一点, 你就会發觉, 其实所罗门那裡官方控制不了当地那些民怨民乱, 其实就是要找中国去帮手镇压而已。 不过,中国叫为违和警察而已。 你要去找那裡的政权, 要跟中国走在一起, 你就一定要帮它来巩固它那个政权了。 即是历史是另一种重复而已。 即是等于西方世界国家的选择某一个做它的傀儡的时候, 它同样是帮你巩固有利于它的政权。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中国这一个帮人去维持当地的政权稳定, 其实某个程度上是帮一些独裁者去稳固它的政权。 好了,现在中国就说, 很多大国或者第三世界重要的国家, 我支持它可能扔钱下去多, 所以现在专门还有一些小国、穷国。 所以刚刚又说跟澳洲附近两个小国又在谈这些事情了。 然后就说中国又可以帮你去维持这个政权, 中国的兵力或者它叫做维和警察又可以用。 大家现在在用这样的方法去拉平, 美国说它自己暂时没有办法去兼顾这麽多点, 所以它希望能够在主要的有经济实力的国家裡面, 去巩固它的实力才有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出现。 所以,大家看这个局, 你就看到这个所谓中国或者外国的合纵联网这一场较量, 不会那麽快去有结果的了。 因为中国它自己本身又搞这个RCEP, 它虽然所涉及的国家与经贸的关係, 不及现在这个亚太经济框架裡面那麽强的, 但是裡面两个的经济团体, 有些国家是重叠的,是吧? 从那些国家来说, 两头如意红掌兼得, 是这样玩的嘛,这个世界是吧? 所以,这次拜登来这裡, 那个格局其中一个来说, 其实预示着美国亦都要打长期的围堵 和反围堵的战争了。是吧? 另外,还看到一件事,就是拜登去南韩访问, 于是讲针对北韩,甚至用核武去保卫南韩, 新闻焦点去了这裡, 但是大家又有没有留意一件事呢? 就是大家不妨看南韩报纸, 我有些朋友有些英文给我看, 大家又看美国报纸, 它除了讲防卫北韩的侵略攻击之外, 第二个就是讲经济,讲印太经济框架, 第三个是讲什么?是讲地区合作的, 只不过它公布的时候, 这裡就是很一不带过, 但是你再看它们两国的报纸裡面, 其实这个份量是不少的, 所谓地区合作是怎样呢? 就包括了南海, 韩国一定要支持美国的南海政策, 跟着香港、台湾, 这些都是所谓地区合作的部份来的, 这次拜登也去参观了它们那边的半导体, 免得卖广告了, 半导体的企业, 这一道来讲, 就扔到韩国报纸自己都有讲了, 它说现在新总统上台, 不会那么多依赖中国, 而实际上就是中国在过去, 美国在南韩部署杀得爱国者导弹, 导弹防御系统, 部署的时候大陆就立刻发怒, 那时候是将南韩, 超级市场那些全部赶走, 所以南韩看见这样, 有些没办法搬走的, 譬如电脑、手机设备等等, 那些没办法搬走的, 或者那时候不是被大陆针对的对象的, 所以这些来讲, 你说在今次这个区域合作裡面, 以致巩固韩国经济, 会不会在这方面有些动摇呢? 其实这个可以看到, 其实大家再看透一点,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它希望连销大打, 所谓连销大打就是, 涉及到半导体, 另外再扩大一些食材, 就是晶片, 这个晶片是现代化科技, 以及现代化战争裡面,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来的, 是吧? 而晶片这件事, 美国研發综合了很多的技术, 美国是仍然先进的, 最低限度是比中国超前, 数以倍计的,是吧? 美国今次去参观, 拜登今次去参观这个半导体, 能到对于晶片的生产链是怎样呢? 香港的报纸卖,尤其是那些传统传媒, 根本不会讲这些问题, 原来美国有个技术, 但是生产的部份有百分之接近30, 这些数字有时都会起起落落, 百分之三十几是台湾做的, 所以台湾它自己本身在晶片等等来讲, 它也很强, 但是第二大替美国生产晶片的地方是哪裏? 就是南韩,都有百分之二十几,是吧? 所以,你见现在它参观这些晶片的, 或者半导体的地方, 其实某个程度上,美国都在计数, 假如大陆对台湾有些什麽东西的风吹草动, 以至影响台湾的晶片生产等等的时候来讲, 其实是否又可以慢慢将一部份转移去南韩呢? 因为这些转移东南亚不实际的, 因为他们那裡工人的技术又未到这一个阶段, 所以其实美国去访问南韩、日本, 某个程度上都是按美国的利益来打牌的, 跟着拜登又去日本,在那裡讲到台湾问题了, 有些人问他,如果大陆去打台湾, 美国会不会帮台湾防卫呢? 拜登的答案就是,会! 会!这一句说话自然大陆裡面就很生气了, 但是如果你说从一个外交语言的策略来讲, 你可以解读成为拜登如果他是老奸据, 他不会达得那麽直的,是吧? 因为如果是这样,你说中美关係没有那麽紧张的时候, 大陆那边可能解读成为,就是说美国其实长期都支持台湾防卫的, 你给武器,所谓防御性武器, 跟着给技术,跟着给情报, 都帮助台湾在维持着它的军力, 跟大陆不要脱离得那麽紧,但是不会争打的。 如果中美关係好的时候, 他便将会!这个字,会!帮台湾防卫的, 就看成是一个姿态。 但是如果中美关係越来越紧张的时候, 大陆那方面有借题发挥的了, 你这样又破坏中美, 关係又破坏三个联合公报等等, 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自然就在那表态。 好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会不会拜登答得那麽直接的时候, 其实就是想刺激大陆在台湾问题上, 你又做多一点点压力, 又令到台湾感觉到它是很危险的, 更加要依赖美国的, 因为刚刚世界卫世界卫生大会, 其实22号已经开了, 台湾这次同样是没有得获得邀请, 台湾都生气的, 接着它都迷远美国或者西方, 你经常说帮台湾成为世卫大会的观察员, 但是这麽多年都没有一次成功的。 这裡其实是一个张力的问题了, 美国就说, 我都一方面希望挑起大陆对台湾增加军事的压力,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来讲, 如果大陆那篇沉不住气, 又在短期或者近期内向台湾施加什麽压力的时候来讲, 就变成一定影响大陆内部的政治了, 包括二十大,包括军头知不支持去攻打台湾呢? 如果你这个磨擦是慢慢升温, 你一时沉着气, 真的打台湾或者增加磨擦呢? 那美国便拍手欢迎了。 这个不是等于美国希望大陆去解放台湾, 或者统一台湾,不是。 因为这样对美国都没有好处的, 但如果你稍为对台湾增加这些压力, 跟着引火烧身, 烧到你裡面又有人反对的话, 这个是美国的如意算盘。 不过这裡真的要看政治智慧了, 以及看它的现实了。 按现在大陆的情况来看, 习近平的重中之重, 还是下半年的二十大。 如果他在这个时候, 是对台湾有什麽惹惹的压力的话, 一定会令到他自己二十大, 即是延任的工作一定受影响的。 军头亦都不会支持在这个时候去打台湾。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台海裡面是發生战役或者战争, 这个可能性暂时仍然是低的。 我这样讲, 不存在我希望他打, 因为如果现在的现实来讲, 其实大家的焦点应该放在什麽呢? 过了二十大或者二十大之前, 多数不会打。 过了之后, 你还要部署的嘛。 这个部署还要有军人自己本身的意志, 习要做功夫的。 你跟着你还有经济, 尤其是现在中国经济, 老实讲,大家都知道了, 百孔千仓的,是吧? 百孔千仓到你去发动一个隔海战争。 你说隔海战争已经那麽难射导弹了。 如果是这样的来讲, 你便会被外国同样拿着这个机会, 去引发一个金融战进一步的经济线,是吧? 这些子弹你才无办法去挡。 所以,为什麽美国现在又不断去加强印太经济框架, 然后你去打,美国便得其所在。是吧? 所以,现在大家观察的就是, 习近平如果过了二十大之后, 他怎样去计算和怎样去令到能够速战速决的。 跟着呢?大家就估了, 在2023,估计都不会, 因为你的部署、你的经济, 你疫情之后,你烂到这样, 是否这麽容易恢复呢?是吧? 跟着2024又怎样呢? 大家现在的焦点反而下了2026年。 为什麽呢? 因为2027就是中共的21大。 如果习近平要继续延续它的影响力的时候来讲, 21大都重要的。 虽然21大已经74了, 但74对中共的领导人来讲, 很可能仍然很年轻而已。是吧? 它一定是这样计算的。 如果是这样, 所以今次拜登的南韩和日本之行, 大家仍然看成是一个中美进一步碰撞之前的各自部署, 那就是比较合乎现在的状态, 就是远远, 或者仍未到这个大家要痛撞打真军的时候, 尤其是南韩和日本, 包括南韩新总统上任。 新总统上任的时候, 它自己本身都要考虑, 因为南韩和中国的贸易额加起来是高过南韩和美国, 南韩和日本等等这些贸易额加起来, 它仍然中国是它最大的贸易伙伴, 所以中国看到这一件事, 于是王毅或者大陆那方面派王岐山出席总统就职, 抛出橄榄枝, 所以去到这裡整个局, 大家就要看未来的发展了。 所以我经常讲, 我们去观察这些, 有时我都觉得有些朋友, 他自己本身是希望这样, 但是有时很难将那个意愿放在那个现实那裡, 大陆在这方面的承受能力, 老实讲某个承受都强, 它最糟糕就是内部, 内部很多问题都烂, 经济或者内部斗争, 到最后这个又是中国的特点承受力很强, 民间被压到现在民间很惨的, 民间很惨到你跟以前那个物极必反临界点, 到现在来说很明显靠高压, 高压到你想有些什麽的反弹都不是以前的可能性, 因为现在它要你五体入地, 不是要你五体投地。 你说去到这裡的时候来说, 只能够两个考虑, 第一,有能力的努力自己, 即是保护到自己, 另外贫富懸殊就一定是越来越剧烈的了。 这个来说, 就是大家都帮不了中共的, 因为大家都帮不了它, 你不要内斗,你不要斗得那麽紧要, 停不了的,因为它那个运作, 就是到最后有利益版派碰撞了。 所以去到这裡的时候, 只能够是大家努力去令到自己不要受伤, 不要损失,或者减少那个损失, 是眼前一两年裡面是最主要的一些工作, 或者是存在的本钱了。 好了,简简单单跟大家分析了拜登, 今次这两个国家的访问, 然后长期继续观察下去,还是需要的。 好了,今天短一点跟大家分析,到这裡为止,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